大家好,我是德热律师事务所的徐军律师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带来关于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务的有关演讲 那首先我会先介绍一下我们德热律师事务所以及我们所在的DP集团 我们DP集团在全球各地都设有办公室及代表处 我们DP集团的核心价值是以最快的方式提供我们最好的服务 客户的满意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我们DP集团的使命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全球每一处商业首都设有办事处 以改善全球商业环境 我们DP集团的优势是有着成熟的国际经验 以及国际化和多余种的团队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提供我们最好的服务 我们DP集团设有四个业务部门 由两位创始人卡尔·戈安德热以及马德奥智领导 德热律师事务所隶属于DP集团 主要从事国际性的法律专业服务 由创始人卡尔·戴开乐律师 以及最早与意大利语种工作的中国律师 志涵斌·马德奥智共同创立 德热律师事务所在卡尔和马德奥智的领导下 在全球各地又分设了四个办公室 德热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领导涵 涵盖公司法和商法、劳动法、法律合规 以及境内外直接投资等业务 普兹瑞加财税咨询是DP集团另一个业务分支 主要从事国际化的财务咨询 专长于会计、税务及财务筹划 伊苏达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是DP集团旗下 从事社交媒体管理、数字营销、公关和活动策划的业务分支 陈斯百德教育是DP集团旗下 从事语言培训、在线教育、留学咨询的业务分支 除上述四家业务分支以外 DP集团还负责撰写中国食物指南 涵盖关于如何在中国经商等各方面的食物指南 同时近几年我们也在拓展我们的国际业务 开始撰写国际食物指南 涵盖的地区包括意大利、越南等国家 以上是我们DP集团所服务的客户 其中主要来自于意大利的生产型客户 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其他行业的客户 我们同时也与全球各地的各大学机构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与拨通 以上是我们DP集团 在全球各地的办公室 如果您有任何业务咨询 请随时联系他们 接下来将进入我们今天的演讲话题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践 在介绍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践之前 我想先介绍一下中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框架 那最早可以追溯到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生效 那在网络安全法中首次定义了个人信息一词 随后在2020年新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又介绍了有关隐私权 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和定义 那最新的法律政策是来自于2021年生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以及最直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这两部在2021年刚刚生效的法律 定义区分的数据和数据处理这两个数据 并且进一步落实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相关权利责任和义务 有了上述法律框架的了解之后 我们想从法律后果出发来为大家介绍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性 首先还是回到最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网络安全法规定 如果有违反网络安全的行为 经营机构将被处以停业 暂停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并且可能涉及处以违法所的 一至十倍或最高一百万的罚款 那么相应的 在国家数据安全法上下 停业等措施依然有 罚款的数我调整至十万至一百万的罚款 停截严重的将升格到一百万至一千万的罚款 最后我们看到最新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相关停业暂停整顿的处罚措施依然有效 但是对于处罚数额又再一次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停截严重的将会调整为一百万以下的罚款 停截严重的将处以五千万以下 或上年度盈利额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那么从这三个法律规定中违法责任的约定来看 自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最新生效的一部法律 其法律责任是随着我们的时代发展不断的调整 目前最高可以达到五千万元以下 或上亿年度盈利额百分之五的罚款 给予我们从事个人信息处理的企业 带来极大的警示作用 也提醒着广大企业在日常基因活动中 需要留意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 履行相关的合规义务 从个人信息出发 我们首先想阐述一下数据个人信息 以及隐私这三个词定义的区别 数据从法律规定出发 数据的定义是指 以任何电子数字或其他形式记录的信息 在我们看来数据将是一个非常宽幻的概念 任何形式记录的信息都会被定义为数据 尤其在目前大数据背景下 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数据 那其次我们想谈一下隐私 隐私目前暂无明确的法律定义 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提及 如果侵犯个人隐私的将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但是对于何为隐私 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被称为隐私 目前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直接相关的定义 在日常的实物操作中 更多的依赖于我们从生活经验中总结 那最终落实到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的定义就比较具体了 个人信息定义是指 以电子方式或其他方式记录或识别 可用于识别自然人相关类型的信息 但不包括匿名信息 进一步的 在个人信息之外 还有敏感个人信息 敏感个人信息是指 一旦泄露或非法使用 容易侵犯于人尊严 或伤害自然人人身财产安全的个人信息 具体包括生物识别 宗教信仰 医疗卫生 自然人的个人位置 等重要敏感信息 那结合这上述三个定义的不同 我们可以认为 几乎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成为数据 但是在数据的框架下 首先我们将定义隐私 隐私我们从事物当中认为 事关个人 不想为他人所知晓的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 不一定会定义为全个人信息 因为这样的信息 可能不会被用于识别自然人 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这个是他属于自己的隐私 那么个人信息的定义就比较系统 任何能够识别于自然人的相关信息 都可以被称为个人信息 举例来说 单纯的一个地址的话 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数据 举例来说我现在所在的办公室 位于上海市某某路某某号 那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数据 从上述三组定义的不同出发 我们可以认为 数据首先是一个最大范围的定义 那其次 个人信息和隐私 将在数据的框架下 做出针对性的区别 那个人信息保护法 所直接针对的是 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 那由此我们可以说 部分隐私 可能它不涉及到个人信息 那对此 我们可能所需要承担的 只是在民法典下的 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 那个人信息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最直接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 所约定的相关权利和义务 在新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 法律规定明确了 个人信息处理的原则 最新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约定了以下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在介绍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之前 我们在此明确一下 个人信息处理的定义 个人信息的处理 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 储存 使用 处理 传输 提供 披露 和删除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 任何个人信息处理者 应当经个人同意 或需要定义 或履行个人为地约方的合同时 或根据雇佣政策 需要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 或履行法定职责时 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或其他紧急情况时 或在合理范围内进行新闻报导时 或处理已经向公众披露的信息时 方德处理个人信息 那由此我们需要着重介绍的是 需经个人同意 这里的个人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 明确的约定 该同意应当是由个人 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 自愿明确的做出 那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有些新留意到的话会发现 自去年11月 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之后 各类的社交媒体平台 或者各大网站 都在及时的更新他们的隐私政策 或者是说更新了他们个人信息处理政策 那在这样的政策更新后 他们会通过特地的页面 在手机上或者网站界面上跳出 需要个人在登录相关网站 或使用相关应用程序书 做出明确的确认知晓 同意 方才能进入后续的操作环节 那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认定它是 在取得个人充分知情的前提下 自愿明确做出的 有一些的应用软件 会明确的告诉个人 他们正在收集何种个人信息 将你的个人信息用于何种目的 如果你不同意 他们采集你的个人信息 将可能无法为你提供相关的功能等 那这一些操作都是个人信息处理者 在新法生效之后 履行向个人的告知义务 并且他们也是在获得个人的同意 以便他们能够合法合规地收集 处理你们的个人信息 除了一般个人信息之外 敏感个人信息更有了它特别的处理规则 法律规定敏感个人信息 只能用于特定的目的 在合理必要时进行处理 这也就要求了个人信息处理者 在收集敏感信息时 例如银行账户 身体健康状况等敏感个人信息 应当向个人告知其收集的目的 并且告知其收集目的 使用敏感信息的合理性 第二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敏感信息时 应当取得当事人具体单独的同意 这一边有区分于前面提到的 处理个人信息时取得的同意 那么就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 在收集个人信息的时候 将个人信息的类别进行普通个人信息 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分 针对普通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处理者 可以统一地取得个人的同意并处理 但是针对敏感个人信息 可能就需要另行单独地再一次设置 取得同意的环节 明确告知个人信息提供者 其所提供的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将用于何种目的 那最后法律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时 处理者应当告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 以及对个人的影响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告知个人信息提供者 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如果不能提供的话 可能会影响其享受相应的服务 那这样子的话 才能确保个人信息提供者能够全面清楚了解 他们正在怎样处理或者提供他们的个人信息 以达到个人信息处理者 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下 合法合规地从事相关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除了减要的个人信息 及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之外 在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上 我们还想跟大家提示一个新的要点 即个人信息的境外传输 在目前的个人信息法中规定 如果将个人信息传输出境外的 应当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即由国家网监局安排的安全评估 由国家网监局认证机构提供的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或者签订了由国家网监局提供的标准合同的模板 或者由国家网监局提供的标准合同 以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目前这三条 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下明确列出的法律规定 但是其实从实务操作的角度出发 目前包括网监局 可能对于这三条的具体实施 如何实施 都还是存在一个前期商讨的阶段 即相关的评补手续或者认证手续 目前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指南 以及这第三个要求中提到的标准合同 目前也并没有一个正式官方的模板 那从我们的了解出发 我们认为个人信息的境外传输 将成为接下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一个新的合规要点 因为在当今全球化运营的大环境下 在中国从事经营的很多跨国机构 都或多或少的需要将相关的 无论是内部员工或者其个人客户的相关信息 统一同步至国外 或由国外的服务器 应用国外的软件相关的设备 进行分析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上述行为 将都会被认定为向境外传输个人信息 那么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不断推进和实施 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传输境外的条件 也将会一一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实施 那届时我们将会认为 国家安全管理部门 国家的网监局 将会进一步提出细致的可操作的相关指南 对此我们也会就相关问题保持持续关注 希望能够为大家在日后 带来更进一步的解释和阐述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个人信息保护在中国的实务操作 那目前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 也是一部刚生下的法律 各方面对这部法律的研究 目前大家也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 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日子里 持续对相关的法律规定保持跟踪 那为大家带来更进一步的研究和理解资料 那如果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 您有自己相关的兴趣或者问题 也欢迎你们通过我们公布的联系方式 随时与我们保持沟通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 谢谢